正在日本访问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在谈到最近的西藏僧侣自焚事件时表示 这些自焚事件的背后是中共对西藏实行的灭绝文化政策 一些学者也认为奉行无神论的中共对信仰有恐惧感 对宗教一直采取童话与灭绝政策 而末日的惶恐使中共更加变本加厉 刚刚从日本地震灾区回到东京的达赖喇嘛 对媒体记者表示 西藏正在经受中共文化灭绝政策的迫害 11月6号上万藏人聚集在一起 悼念11月3号自焚的一名藏族尼姑 近几个月来已经有至少11名藏人自焚6人死亡 他们要求更多宗教和文化自由 并希望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被允许返回西藏 资深媒体人士张伟国认为 藏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共格格不入 所以藏人从宗教思想精神 甚至于物质各个方面受到的限制 都是前所未有的 自焚是中共对藏区持续施暴的后果 共产党把过去对大陆老百姓洗脑的那种方法 用来对付西藏老百姓和西藏的喇嘛 他这个做法就是对喇嘛办学一般 甚至于把他们禁锢在那个寺庙里面 不准他们到社会上去接触啊 甚至于更严格的就有一些不服从这个当局的就可以抓起来 这样一种持续的高压 使得西藏民族啊 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也谈到 中共现在对西藏宗教信仰的摧残和文化破坏 手法上比以前更加隐蔽 现在表面不像文革的时候 明目张胆的摧毁这个宗教 现在民意上看起来也是在恢复宗教的活动 但事实上呢 对他们有非常多的限制 其中最简单的一条呢 那就是说不准他们崇拜大喇嘛 而按照战传佛造呢 大喇嘛是他们最高的宗教领袖 另外呢 这些年来大量的汉人移民 把汉人的这个习惯 包括我们的语言都带到西藏 那么使得那个藏人呢 特别是在拉萨这些地方 他们自己用自己的语言 用自己的文化反而成了异类 不过中共自己却声称 赋予了西藏很多特殊优惠政策 媒体在鼓吹汉藏一家亲等等 对此张伟国表示 藏人的信仰文化习俗 与汉人完全不一样 文化承传也有独立性 这是中共推行的所谓一元化 受到的挑战 所以就使用各种手段 汉化同化藏人 把他们变成真正的汉人 让他们失去抗争与独立的意识 共产党做一套 说一套 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它要汉化或者同化 这样一个地区 这样一个民族 共产党对他们表面上说的 尊重他们的宗教文化 事实上就是用这个 所谓的宗教自由啊 所谓的统战去消灭它 是连根八起 近日 美国国会公布的年度报告指出 中国无视自己宣布支持的法律和国际准则 加紧对中国社会的控制 压制宗教信仰自由 对于中共这种不讲脸面 极端的做法 张伟国认为 这是因为十八大临近 党内派系争斗更加激烈 那现在共产党专制集权啊 到了僵化黄巢末期的特殊阶段 它的权威在不断的衰落 灵活变动 政策的灵活性啊 余地啊 几乎已经没有了 尤其是现在十八大的前夕 共产党内部啊 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入了 比谁更左的这样一种 接列赛 相互之间都在比强硬 都在比左 沪平指出 中共灭绝宗教文化 与它本身信仰无神论有关 所以对所有宗教都有猜忌 尤其当很多信众 形成一种大的精神力量时 中共从政治的角度看很恐惧 所以要千方百计的去压制 包括内地汉人信仰的 非政府控制的基督教 法轮功等都要去打压 张伟国还表示 中共通过所谓 破死救文革等运动 对汉文化几乎毁灭代表 新唐人记者陈汉 宋风消炎采访报道